任性年轻快准稳 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吗 是不是很熟悉 是不是很激动 我们就看到了正确的答案 让我们一起来迎接 我们今天晚上的最强嘉宾 花花华晨宇 Hello 花花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 It's a new world 这里的赫莲娜的全新世界 欢迎你 要跟你所有火星人们打声招呼吗 Hello 各位在看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花晨宇 我们要知道花花 其实今天是刚刚从百忙当中赶到我们的直播现场 但是状态依旧很好 你昨天晚上睡了几个小时 昨天睡了 五个小时 五个小时 然后今天几点钟开工呢 应该 中午吧 中午起来 那还好 还可以保持良好的状态 一直拼到现在 我发现其实皮肤状态真的还不错 有什么秘诀吗 那是用绿宝瓶精华pro 没错 一瓶就可以解决所有肌肤问题对不对 忙在里 也可以帮你可以耐扛耐打 是吗 那我听说花花今天是有特殊的身份 是什么 跟我们来解释一下 我今天是带着任务来的 然后 主要就是 你喜欢的 闯关 任性开黑 没错 任性开黑 他要一连闯很多的关卡 然后要能够最后 领取我们的挑战关卡 然后就可以开启我们的天猫小黑盒了 那今天会有三位 很厉害的 快准稳的绿能类主 他们会向你来发起任性挑战 所以你要完成三轮挑战之后 成功得到通关密语 你准备好了吗 好 OK啊 OK 好 好 那我们第一轮的花石任性关 我们游戏我们的关主 小蛮蛮小 欢迎 对 好的 我们知道小蛮蛮小 是在户户方面呢 是很有心得的 但是作为快这个关主 你会出什么样的特殊考验呢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我有一个小技巧 就是我会吹口哨 所以在这一关 我会来考验一下花花 就是我会吹一下口哨 然后你要在三秒内 猜出来这个歌名 就是如果你挑战成功的话 就可以集结快的绿色能量 那所以这些曲库和歌名 是你自己会在那边 对 就是很多很多 可能是我们也不熟悉的 也可能熟悉的 也可能是花花根本不知道的 对 我都我希望是花不知道的 要挑战一下它 好的好的 那舞台就先交给你们了 嗯 好 好 加油 那我开始吹了 那我开始吹了 当时你的面吹歌 觉得有点有点害羞 嗯 那我开始了啊 第一首歌啊 这什么歌 我还 你这样算是挑战到了是吗 我可以申请 你觉得已经在嘴边了吧这首歌 我现在在做什么这件事情是 啊 这是什么歌啊 我突然好像记得又好像忘记了 歌名我忘记了 你可以告诉我答案吗 就是wissell啊 哦 因为我就是在吹wissell啊 我记得旋律 但我突然一下忘了它的名字 对对对 就是在嘴边了是吧 对对对对 那我算是挑战到你了啊 那我们后面 这个算热身环节 我们热身环节 这个可以算热身吧 那好吧 那我们这个算热身啊 那第二首歌啊 好 加油 这首歌啊 好 好 这首歌啊 Here we are 对 Here we are Here we are 对 这个我知道 我的歌我知道 你的歌你知道 我当时是在电影院听到这首 我特别特别的喜欢 哇 它就是作为主题曲嘛 当时不是 对对对 使徒行者 好那下一首 嗯 邋遢大王是吗 这个是 对对对 我小时候很喜欢这部动画片 你有看过吗 你小时候啊 对 你小时候也看这个 对对对啊 就是我们有共享同个童年 我以为它是我这个时代看的 对 也是我这个时代的 对对对对 还蛮像一个小朋友 是 我是小朋友 那好 那我们最后一首歌啊 黑猫 黑猫 黑猫尖叫 对对对 是黑猫尖叫 那你真的是完全难不倒你 那你真的是行走中华小曲库 那 痘痘之类的 用过绿宝瓶Pro 也能够非常快的镇压下去 所以我特别喜欢绿宝瓶这个快速维稳加速换新的这个功能 所以我们听说小满满小还是绿宝瓶的一个忠实粉丝 中粉到有多少年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就是我从2010年第一代绿宝瓶诞生开始到现在正好十年出第四代 我就是相当于十年养成粉吧 所以我总说我自己是绿宝瓶的野生代言人 所以花花你知道了吗 她看上去小 其实你想用绿宝瓶十年 十年也就是10年就开始用 她已经出道了 她已经毕业了大学毕业 能推算出来她的年纪了吗 她保养的很好 谢谢 都是我们绿宝瓶的 我回头把这句话表起来的 放在床头这样 好的 那两位现在还要 你们将会获得的就是我们绿宝瓶Pro系列的组合产品 抽到的小朋友们也千万不要灰心了 因为距离我们下一轮抽奖还有五分钟 没错只有五分钟了 所以没有get到任性命令的宝宝们 也可以火速点击屏幕的右下方来领取任性命令 因为机会还在后面 所以要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另外告诉大家就是上我们的天猫小黑盒逛新品 那作为天猫官方新品首发平台 赫莲娜绿宝瓶精华Pro 也在会在小黑盒等你探秘 那4月19日到20日 在我们的赫莲娜天猫官方旗舰店店店铺参与预售 订单金额凡是买1580元 记得备注按号任性年轻 就可以在额外加赠惊喜按号里了 所以千万不要走开 再次感谢我们的小门蛮小 谢谢发挥的很好 好 那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二轮的花式任性闯关 这一轮的这位男士官主也很厉害 他是有着头脑王者的 不是不爱旅行的摄影师 不是好博主 好拗口啊 来王一博赶紧上来吧 欢迎 哈喽哈喽哈喽 好欢迎一博 对我就是这一关那个准的类主王一博 你的准体现在哪里 自个人风格能体现出你的准吗 我觉得准是因为我拍照很准 第二我护肤很准 第三我今天问的问题也都很准 嗯OK 反正就是对焦也很准 所以待会你要眼神来对焦一下 看看能不能马上对焦出正确答案 好的那我舞台交给你们 到底要怎么考验它 任你咯 好 花花你昨天只睡了五个小时 你确定你的头脑还够用吗 头脑 嗯 不是很确定 至少我从你的脸色上看来 我觉得你是没问题的 好我尽量 好那我们就开始了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 赫莲娜女孩犯指 赫莲娜女孩应该指的是 赫莲娜的喜欢赫莲娜的人 对喜欢赫莲娜的粉丝 就叫赫莲娜女孩 我要提醒你啊 今天我们有三次场外求助的机会 也是可以跟我们场外的正在观看直播的粉丝 有一个好的一个互动的机会 如果说你有疑问的时候 我们可以求助他们 好啊 ok 好那我们继续第二个问题 好 哇这个问题真的很绕口 来箱子里有五个绿宝瓶 五个人每人分到一瓶 但最后箱子里还有一瓶 为什么 最后一个人箱子还有一瓶 最后一个人带 最后一个人 把箱子带走了 对 最后一个人把箱子一起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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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下一个问题 哇这个问题简直是一个送分题 哇这个问题简直是一个送分题 赫莲娜有谁创造 赫莲娜女士 赫莲娜女士 一加一加一那可能就是 嗯 那我们的赫莲娜女孩能互动一下呢 好啊那请问求助一下场外吧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那个 大家的回答 哇 大家其实都已经知道了答案 哇 没错 我们的绿宝屏明星家族 里的人气C位 就是我们的绿宝屏精华 精华pro 谢谢我们 好那我们下一个问题来 哇今天我其实真的准备了很多问题 要不然这样 只要你在 我看我大概还剩五六七八 我还剩八个问题 那现在你只要再回答一道 我就算你过 好啊 就是这么任性 好吧 哇这个这个问题又很长 三个人用三十瓶绿宝屏要用 不是三十个人用三十瓶绿宝屏要用三分钟 那九十个人用九十个绿宝屏要用多长时间 这个 这个 这个其实很很简单 对 对 对啊 还是三分钟 还是三分钟 对啊 那我们就算你过了好不好 好 好 那今天花花就算闯关成功了 一博 你这个是不是有一点看到花花就挤挡不住她的魅力 完全 没有办法 你知道吗 其实我之前有拍过很多次的花花 因为有很多现场 包括一些跨年晚会 还有一些综艺 都有拍过她 花花你记得她吗 如果我下次带了绿宝屏 我在底下 站在那里是发光的 她就会记得我了 你确认吗 OK 那所以我们的花花 跟我们的一博 合作是非常的快 准稳 那你今天这一轮的关卡的通关密是什么呢 我这一轮的通关密就是精准出击 哦 精准出击 厉害了 这什么意思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对 其实刚才花花也提到了 她昨天只睡了五个小时 对 其实平常在工作的时候 花花非常的敬业 她在录制很多节目的时候 我们也经常会录到很晚 然后包括我们自己 那个幕后的工作人员也会很晚 但是回去之后 就会感觉整个脸会非常的疲惫 但是今天为什么我们看起来 如此的精神 如此的有光泽 你昨天睡了几个小时 说实话 我昨天晚上就是因为 今天要见花花 我说我先不吃饭了 结果我看漫漫 看到了凌晨三点 真的啊 我还用你说你不吃饭 然后起来再喝两杯黑咖啡 然后可以 还能保持这个状态 然后今天早上起来 她就感觉自己可能不行了 但是我从昨天晚上用了 然后今天又用了 然后一直在坚持用我们的 绿宝瓶精华Pro 然后就感觉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 哇 她还特别自恋地发了一张自拍 对 所以我们 在经历了疲惫机的时候 然后如果用了我们的绿宝瓶精华Pro 就会非常的有光泽 对对对 花花你有没有发现这绿宝瓶精华Pro的味道 是不是也很特别 对 味道还还蛮特别的 对 而且而且我觉得就是 呃 身体后的绿宝瓶Pro 就是她的香味啊 就是感觉很很治愈 就像你的歌曲一样 很治愈人心 对对对对 感觉涂完之后心情觉得都变好了 那我就可以这样子一边听你的歌 一边擦绿宝瓶 然后一边听心情也好皮肤也好 从里到外都开始散发自然光泽 对不对 我们的绿宝瓶Pro就是这么的厉害 所以花花赶紧再给我们送出绿宝瓶Pro的任性福利吧 好 我们要继续来抽奖了 好的 任性命令的粉丝精细福利马上上线 来我们的大屏幕可以再次滚动起来了 哇 5分钟可以抽取第二次的任性命令奖 好的 来先请我们的一波 帮我们抽一波 3 2 1 停 好 恭喜以上三位获奖宝宝 来花花继续来帮我们抽一轮 好 3 2 1 停 哇 恭喜恭喜 恭喜以上六位宝宝 可以赶紧联系我们的后台工作人员 吉父能量官 我们会在三日内尽快与你们取得联系 当然没有get到任性命令的宝宝们 要活速点击我们屏幕右下方 领取任性命令才可以获得抽奖资格 同时要告诉大家的是呢 要想获得我们的绿宝瓶Pro的朋友 可以即刻登陆我们的赫莲娜官方淘宝店 然后呢 别忘了参与到预售当中 4月19日到20日 订单满1580元 并且备注暗号 任性年轻 强任的人 就会有惊喜的额外加赠了 好的 哎呀 我们的关卡现在已经被逐个击破了 谢谢我们的一波 嗯 好的 还剩最后一个关卡 嗯 叙事待发了 所以这一关的关卡关键词就是稳 画画 你觉得你自己什么方面很稳 嗯 稳啊 就是 嗯 唱歌 唱歌 音准很稳 音准 对 那你做人带人方 PK高音 嗯 好的 有请我们的美少女Lisa教 哈啰 哈啰 花花你好 主任好 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稳这一关的关主Lisa 你知道吗 Lisa其实她是一位美妆界的博主 但她今天我觉得你是因为找这个借口来接近花花吧 想挑战英准 对对对对 不是挑战我是来学习和讨教 不敢 那你自己到底有声乐方面的基础吗 呃对因为其实我从小会学习一些乐器 然后我大学的主专业呢也是这个声乐专业 你学什么乐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呃我的这个乐器呢其实跨度还蛮大的 就是二胡和钢琴是都会一点点啦 哦看来是真的有音乐基础的一位女子 所以你今天是斗胆来挑战一下高音 嗯对对对我今天想要在现场向花花学习和这个讨教一下这个高音 所以我想邀请花花呢和我一起去进行这个高音的接力 一会呢我会邀请我们这个键盘老师给一个高音 然后我和花花就是轮流来演唱这个高音 哇 OK 就是花花一定要手下留情 哈哈哈我嗯好 好他开心情 哈哈哈哈 来舞台交给你们 对好谢谢 你们有好心情 谢谢 那花花我们就演唱你的这个新歌 新世界里面的歌词 哦好 say it's a new world 可以吗 好那你先来可以吗 我学习一下 好我们邀请键盘老师给一个音 say it's a new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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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算贏吗 你算算算 你是不是觉得赢得太轻松了 没有没有没有 你确定不要再想挑战吗 Lisa这样 我要吗 我就是觉得我肯定是唱不过花花的 但是如果花花愿意我们可以再玩一下 好啊可以 好来加赛 好像算你过了吧 谢谢谢谢 花花那她刚才那个高音算是到什么程度了 能跟我们来 应该不算高吧 那个应该是在 应该终生 终生就还没到高音 所以她只是来跟你标中音曲 是的 但女生的那个key就是 本身就是要比男生要高一点 所以女生的高音相当于男生的什么音 第八吧 这样子的 好那这一关对花花来说完全没有难度 这个很稳定的就闯过去了 那所以这一关的通关密语是什么呢 Lisa这样 那我这一关的通关密语呢 就是平稳强韧 那你觉得绿宝瓶Pro的稳到底体现在哪里呢 其实我个人觉得绿宝瓶Pro呢 它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非常能打的实力派 因为我觉得这个肌肤的健康强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它就像盖房子一样 你一定要把这个根基给打稳了 才能够一层一层的往上去盖楼 我们的这个绿宝瓶精华Pro呢 它其实可以非常有效的去维持我们的这个肌肤的强韧度 然后可以让你的肌肤呢一直维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里面 尤其是我们这个全新升级之后的绿宝瓶Pro呢 它的那个浓度添加了15% 所以不管是这个勇敢还是它的功效上面 都非常的厉害和惊喜 没错 还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的里面有一个灵魂成分在绿宝瓶里 那就是海洋颈原生细胞和我们的益生菌防御复合因子 都增加了浓度 能够4.8倍的来增厚我们肌肤的表皮层 从此告别肌肤脆弱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了 哇 看大家都很厉害了 那其实通完三观之后 我还不过瘾 因为我还没有考过你们 还没有考过花花 所以在我这里 嘿嘿 还有一个隐藏挑战 花花要不要接招 好啊 好啊 这个口气是什么呢 是觉得说没问题放马过来 还是说OK吧 看看你还有什么大招 对啊 就是 既然来了就愿意接受挑战 好像很不情绪的样子了 也没有了 也没有了 好 那最后一关大家来听好了 其实花花要跟所有的朋友一起来挑战 来 我们先把舞台让给她们一些 最后一关呢 我们要请上另外小小小 小满满小和我们的一博 要完成的挑战就是 嘿嘿 应该知道口红可以放在这个 前一阵很流行放锁鼓上 我们这一次呢 是绿宝瓶要放在肩膀上 放30毫升我们的绿宝瓶Pro挑战赛 那如果你们这几个人一起接力 看看能够持续到多少秒 超过我觉得超过20秒就算胜利了吧 跟她们一起合作你有信心吗 你说什么20秒太小看你 OK你们是一个team You are family 所以花花你觉得跟这些都有合作 你觉得她们是什么级别的队友 牛队友还是 这应该是还蛮厉害的吧 哪个比较厉害你觉得 看上去很厉害 自动出列了 好那就从你开始 我们要开始计时看看这瓶 绿宝瓶Pro在你肩膀上可以持续多少秒 或者你就完成30秒 后面大家就可以随意再添加 创造新记录也可以 好这些flag都已经立出来了 那就试一下 好的来所有的直播间宝宝们看一下 这会为自己立flag的异博同学 到底可以有多强 好这多少 四五六七八 哎关注你看 对 本来想说你这个宽厚的肩膀 可以有很大的一个胜算力 那你让小妈满小怎么办 这么瘦弱的女子 让她肩膀上放一瓶这么厚的绿宝瓶 给大家一点发挥空间 好刚刚算你 刚刚算你大概 大概有将近十秒钟 小妈满小 好 希望你可以 你为什么这样子 可以让自己保持平稳是吗 这个姿势 十一十二十三 哎呀果然三秒就挡了 好这也是一位瘦弱女子 肩膀比较高 可以可以 他说可以你就可以对不对 不要你可以是要他可以 好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眼睛不要斜视 猜小猜了 二十一 好算你二十一 好 我试一下 花花你OK吗 OK 很稳的花花 我看你可以稳到什么程度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可能要等到明天了 要不我们先回去吧 让他自己玩吧 走了走了走了 我们走吧 哎 花花你怎么就像雕像一样 好 我觉得已经快超过五十秒了吧 你是不是想坚持到一分钟啊 你一个人已经比一博厉害很多了 所以我刚才说他是整个团队的一个智慧担当和实力担当 你看这个叫不战而胜了气势 气势就被压倒了 你觉得你刚才为什么可以放那么久 他为什么只能放一块块 因为我没乱动 因为你有定力 你心有定力 然后你的身体有定力 那他心不定在这边 因为他眼神不定 一直在看你 还有旁边两位美女 所以就导致了这个后果 明白吗 一波 对 他稳 对 这是我们绿宝瓶金华普拉的一个点 没错 哇 那所以我们的花花和挑战者们 一共坚持算多少秒呢 我觉得已经应该已经超过一分钟了 要掌声给花花 哦 谢谢 掌声给花花 太厉害了 你看不论是口哨啊 魔法还是问答 还有其他各类游戏 花花都难不倒你 所以你才是我们真正的游戏大魔王 那所以花花今天也是解锁了今天的任性年轻快 你闯关成功 好 要有新的任务给你了 来谢谢我们三位KOL 请到我们的特别场合 要开启我们另外一个精彩时刻 好的 我们马上要迎来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了 我们今天的绿宝瓶的能量集结成功 即将顺利开黑 要开启我们天猫小黑盒了 为宝宝们视线千万不要转移 停留在直播间 尤其我们的今天绿能集结者花花 来直播间的赫莲娜男孩女孩们 我们一起来任性开黑 花花准备好了吗 好 5 4 3 2 1 5 4 3 2 1 好的 谢谢谢谢我们的花花来移步到我们的舞台测方 再次恭喜今天挑战成功 那能不能用一句话来感受一下 现在的感受 来表达一下 现在感受怎么样 就还蛮 还蛮开心的 还蛮开心的 听到可以唱出来吗 天气豪情 大家快乐快来 get Vopping Pro 没错 是的 大家也这样 听好了 那再次提醒呢 我们正在收看直播的所有宝宝们 那逛新品上天猫小黑盒 最为我们天猫官方新品首发平台呢 赫莲娜绿宝皮的精华Pro 在我们天猫小黑盒 等你来拿 而且等你来聊 所以4月19号到20号 在我们赫莲娜天猫官方旗舰店 参与预售 订单金额满1580元 记得备注我们的暗号 任性年轻 就可以在额外加赠惊喜暗号里 每个ID卡限领一次 送完截止了 那所以今天花花做我们的 绿宝瓶的能量集结官 任性开黑 而且解锁了那么多的 我们绿宝瓶精华的各种功能 想知道花花 那你平时的护肤步骤到底是怎么样 是比较快速的 还是比较精准的 但是 很直接的就去用绿宝瓶精华Pro了 那你自己觉得自己是算什么肤质的 护肤起来有什么问题吗 到 没什么问题 用得非常的顺利 舒服 就是很傲娇的说 我皮肤还不错 对不对 那有什么tips可以给粉丝分享吗 那些火星人们他们在护肤方面 一般我是会在清除 就是在洗完脸之后 然后就是涂抹全脸这样 然后 而且我觉得就是 绿宝瓶精华Pro可以 就是很快速的为皮肤充电这样 那它质地是什么样的 你觉得是比较爽滑的 还是很好吸收的 还是怎样 我觉得都有 都有 记得刚才说的所有的特点 对不对 就是可以轻松一屏 就可以完全hold住全场的 那刚刚花花呢 她手上已经是拿出了一个手机 马上就要进入今天特别特别特别棒的 火星人的一起 为他们谋取福利的任性重粉环节了 所以亲爱的火星人们 前面的内容 你有没有好好听 好好看呢 因为花花要来出题目来考考你们了 对不对 花花 所以刚才闯关过程当中 还有密令过程当中 都会有很多的答案在其中 花花你准备好来重粉了吗 好啊 问他们几道问题 所以待会儿你会问三道问题 然后呢 他们只要第一个回答对问题的 你抽一个幸运儿 读出她的ID号 我们就会送上礼物 好吗 好 花花请出题 那我出的第一道题是 全新绿宝瓶Pro是第几代呢 哇 这就是分题吧 刚刚小曼曼小太有说了 她已经是从10年开始用了好多袋 一袋 两袋 有人开始刷了吗 这到底是第几代的绿宝瓶 花花已经在寻找你们的答案了 不要一直刷花花的名字 已经开始有了 有答案 你可以赶紧选一个 转瞬即逝 你想选谁 我选一个ID是万众瞩目一梯 感叹号YU OK 好 恭喜这位宝宝 你被我们的花花点名了 万众瞩目一梯 没错 你回答对了 答案就是第四代 好 来 花花继续出题 好 那我要出的第二题是 跟上一代相比 绿宝瓶精华Pro增加了多少浓度 增加了多少浓度 刚刚我已经反复再说了 绿宝瓶Pro呢 是增加了一个灵魂成分的海洋菌精华 而且浓度提升到了是 嗯 多少呢 来 有没有人回答正确 有吗 有 很多了 刷起来刷起来了 很多人都答对了 好 赶紧找一个你喜欢的 好 哎呦 你在偷笑什么 是不是看到熟悉的名字了 我看到这个名字叫做 因为我看到自己的名字了 在里面 叫 你念吧 我念 我念我念 我知道你不好意思念了 不好意思 花辰宇超可爱 这是这个 花辰宇超可爱 这是这个ID的名字 花辰宇超可爱这个ID 这个ID也是所有火星人的新生 花花超可爱 恭喜你 所以可爱的你 可爱的粉丝也获得了我们这一份 啊 重粉礼物 好 那第三题 第三题是 绿宝瓶精华Pro的文 是指的什么 四个字哦 对 绿宝瓶精华Pro的文 指的是什么 四个字 刚刚我们在那一关 哎 有说过 它很平 所以呢 嗯 就稳了 然后就会怎么样呢 可以让我们的肌肤 怎么可以怎么样 好 我已经提示很多了 有没有宝宝给答出来 很强 然后我们的皮肤就可以 有韧性 着急啊 有没有人答对了 等一下我看一看 我已经把这个答案的四个字 都通过一些讯息 传递给你们了 有没有人答对呢 绿宝瓶Pro的文 指的是什么 好 华华来挑一个 好 好纠结啊 你好 华先生 你好 华先生 你好 华先生 对 对 OK 恭喜这位幸运儿 你好 华先生 哇 好棒 好棒 结评结好了 还有好多 哎呦 还有不停在发 对 好的 谢谢 华华 也谢谢我们的火星人 你们都真的好机智 在评论区里看到 非常非常多的正确答案 但其实呢 我觉得 华华你知道吗 我是一个基本上 不怎么去买数字音乐专辑的人 但我里的专辑 我去付费去听了 虽然还有很多歌 没有被解锁 今天中午还刚刚解锁了 一首新歌 对 神速 对 但我知道这张专辑 是你睽违三年之后的 新世界的专辑 对 那你义务 就是想用这个专辑 来打造出 怎样的一种世界的氛围 其实我这样专辑 其实讲的内容 其实都是跟爱有关 然后可能不是 不是小情小爱 而是就是 关于爱这个世界 大爱 对 比较大爱的一个主题 这样 然后基本上 里的歌都会是 关于你要关爱 某一些特殊的群体 然后包括是要 关爱大自然这样 然后呢 要敬畏自然 这样 那里面有你到目前 或者发布的这些歌曲当中 最喜欢哪一首 或者最有故事的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最喜欢哪一首啊 目前发布的这一些 有没有你觉得最爱的 或者说创作历程 就比较特别 可以跟我们来分享 讲讲故事的 故事的话 那我其实就讲一下 我今天发的这首歌吧 好 神树这首歌 因为其实神树这个歌是和 接下来我还要发的一首歌 叫降临 降临 这两首歌是 其实是两首 要放在一起听的 有点像个 有点像上下级 上下步 这样上步和下步 神树可能是上步 但其实在我心里面 神树跟降临 其实有点像一个轮 就是像一个 太极的那个转盘一样 就是它是可以 它是可以不断地去循环听 就是神树听完听降临 然后呢 反回来再听神树 再听降临 再反回来再听神树 就是另一种感觉 就是 它是可以一直循环地来去 去听它的一个 它的一个 互荣性 就是可以一直 会贯通在当中 对 但其实我今天在这个现场 还有一个环节 我其实还蛮惊讶 因为听这个 好想爱这个世界啊 当中是有很长的一段留白的 这个时长 是你自己去设定的吗 还是说你这个情绪 刚好在这个时长 可以恢复一下 所以才有气口唱 另外那一趴 这个要看 这个是 有时候在演唱会上面 像有乐队的情况下 它就可以 大家就可以 等我这样的 但如果要是 如果要是唱 唱半奏的话 可能就 你得卡得很精准 对 你知道今天在做游戏的时候 他们在rehearsal 然后呢 他们就以为说 那个点就已经结束了 我说没有 那个是情感 可以积聚爆发的那一刻 马上就要开始 花花要开始 再嘶吼出来的 对 所以我很就 很喜欢那一段留白的部分 可以消化情绪的 对 但是你却用那种特别的方式 哪怕从一开始 都会以很轻松的旋律去进入 是 到最后慢慢地再去改变 改变 那你好像真的听了我的 谢谢 真的 还有有跟火星人对话的那个 里面你的粉丝的声音是吗 对 就邀请歌迷来去参与 这首歌的录制 然后包括他的那个MV 包括这首歌的创作 都是由歌迷一起参与完成的 这一首歌 是的 我觉得你们的歌迷都好幸福 现在我也是火星人之一 因为这种感觉就是 没有偶像高高在上的感觉 我们就可以坐在一起 相互交流 大家有什么心声 可以互相地分享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人懂你 哪怕接受你的所有的不完美 但都是不完美中的完美 对他们来说 对吗 对 你害死 对 谢谢 我get到了吗 get到了 OK 好的好的 哎呀 我借这个机会 好像跟偶像私聊了很多 OK 我要调整一下我自己的心理状态好 好 我们还有特别特别特别的一个景理抽奖时刻 那花花还有什么惊喜要特别送给大家呢 还有什么惊喜来宣布一下 那我其实可以偷偷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就是 其实我今天还准备了超级任性 打抽出三位赫莲娜任性警理 为了看最后的机会来喽 就在我旁边大家可以get到了 还没有获得粉丝 命令的我们的任性命令的朋友们 赶紧点击右下方来get起来 那请问花花准备礼物就是在这里这个 我们的经理礼盒 你准备了什么来跟大家说一下 我准备的当然是绿宝瓶Pro系列的礼盒 然后它里面有包含了绿宝瓶精华Pro 然后绿宝瓶的眼霜 绿宝瓶 清乳霜 对 然后也希望就是 歌迷们或者是赫莲娜的粉丝们 然后就是 大家都 好好的照顾好自己 然后工作啊什么的顺利 然后如果在工作学习的过程当中很忙碌 也要记得好好地来护肤 对 好好地爱护自己 这是你们的偶像告诉你们的 好 来我们的视频赶紧滚动起来 我们要抽一个ID 共抽三次 所以要抽三次 好 可以跳动长一点的时间 在那边滚动 好 三 二 一 停 好 恭喜 恭喜这位宝宝 好的 三六 二零五四 好 来 继续第二个 滚起来 还有两位井李 可以获得礼盒 好 三二 一停 好 恭喜 二六九 一五三 哇 好 最后一个井李李盒大奖了 看看到底花落谁家 三 二 一 停 恭喜这位 一 五 二 零四 六 哇 谢谢花花 感谢大家 齐心协力 开启了我们的重磅小黑鹅 我们的六宝瓶精华Pro 终于全新首发了 年轻机的第一瓶奢护精华 可以解锁肌肤强热力 大家别忘了 我们天猫官方旗舰店的 暗号里专享福利 4月19日到20日 也就是这两天 赫莲娜天猫官方旗舰店 参与预售订单金额 然后并且在订单当中 满1580元 就可以备注 任性年轻快 准稳 可以额外在获赠 惊喜暗号里 高光精华5毫升 价值264元 限量就只有3000份 送完为止 每个ID限领一次 谢谢花花 也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的美好时光 马上即将临近尾声了 大家都很踊跃地参与 而且今天所有的打赏和礼物 我们都将会捐赠给公益项目 所以花花 马上要跟所有的宝宝们 say goodbye了 这个时候 你想以什么方式 跟大家拜拜 拜拜 真的吗 好好护肤 say goodbye 也欢迎大家加入 我们的客人